歡迎大家又來到Science Channel的視野 今次我們會講一篇我覺得是比較難的題目 看看同學有否跟得到 今次我們會講Neuroscience 就是神經科學 嘗試看看在腦內如何整合的方法 了解整個新陳代謝和飲食的問題 其實它是一個Review Summary 他將近十年他們做的所有相關研究 合在一篇重溫的文章裡面 所以在背景裏也要講回 其實第一件事就是為什麼他這件事是重要 他就說其實我們社會裡面 很多相關於肥胖的疾病 例如有異形糖尿病 我們有Cardiovanic disease 也會有些癌症和肥胖有關係 如果同學們是有修讀高中生物科的話 其實這些的疾病都在你的教育本身包含 但其實怎樣又可能在我們身體裡 去整合相關的一些邏輯和數據 那既然會導致得到肥胖的呢 即如果我們反過來 我們制止這件事 我們就不會肥胖 他就說其實牽涉到肥胖的疾病 如果中六同學應該會聽過肥胖的疾病 因為其實會在Elective 1裡面 就會牽涉到肥胖的疾病 他就說在肥胖的疾病 嘗試把不同的賀爾蒙 或者是把神經訊息的來源收 之後就嘗試把它在身體裡整合 留意一下Inputs、Signaling這些字眼 亦都在你們有關 Detection後面的那一貨 即是Neuron裡面 其實有說到的 既然我們Hyperfinance有關係 其實Hyperfinance裡面有什麼是跟它有關係呢 其實有兩類型的 你看到我用了藍色和紅色 就分開兩類型 你可以看看這些英文字 應該很多同學 絕對不會寫 更加是不會見過的 這些就是很典型 在科學專業文章裡面 我們怎樣可以用最短的指數 去表達到最多的事情 留意一下 其實好像Active 這些字眼 我們在Enside課裡會有學到 Energy Dificency 這些字眼 我們都可能會在食物課裡面有用到 我們就發現到 原來我們有兩個不同的系統 藍色和紅色就正正一音一樣 就是兩個互相對抗的系統 於是其實我們怎樣去做呢 我們就是靠這些 Single Cell和Single Nucleus 的RNA Sequencing Method 如果同學問人器 有讀E4的話 其實是會學會了少少 有關於這些 method的大量 但跟真正的也差很遠 另外有Denignation 其實就是經過這個描繪之後 我們嘗試去看看 其實在正常的生物裡面 其實Metabolism Regulation 其實是怎樣去做得到的 也看得到 今次我是很少仔細說裡面的字 因為你會發覺裡面的字 不是深 是非常深 所以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就會集中看幅圖那裡 當然看幅圖的時候 你會看到 嘩!是一堆生字 所以其實在初中 以至去到高中的時候 我們經常都跟我說 不要只集中在圖 第一件事 看幅圖 那個TITLE 他就說 原來這就是hypothalamus 怎樣去嘗試去整合所有的信號 於是我們來看看信號 你看到他們的peak的時間 是不一樣的 先聞到味道 繼而去到你的腸 繼而你身體會有一些荷爾蒙的反應 他們全部都會回到你的hypothalamus 但是他們會有一個不同的 一個spatial 一個時間上的差異 正正也是這篇review 裡面想點出的一個重點 而至於他的未來展望的時候 他就會說 可能其實想了解多些 Glucagon-like peptide-1 GLP-1 receptor 如果同學們 你們是有讀高年班的科學 應該都會聽過Glucagon 這個字眼 所以其實這篇文章 作為一個很高等的重複文章 就讓我們可以提高揭靈 知道到其實在飽和餓中間 其實我們腦裡的神經和荷爾蒙系統 是怎樣去運作的 我們嘗試了解這篇文章 好像有很多生字 其實我看到這篇文章 那些東西都會有很多 在飽和餓中間 所以你會看到 1和2是一個對加 所以你會看到 1和2是一個對加 所以你會看到 1和2是一個對加 1和2是一個對加 2學習就要不夠 是完全兩個回事 這些就是正常一個在science 裏面的 research grade 或者review grade 的一些文章的狀態 我自己都很坦白的 其實我都大概看了兩次 我才可以基本了解到 這一篇 summary 的內容 稍後我可以讓你看看 其實它本身是一個蠻複雜的文章 但因為牽涉到版權 所以我可能會很快讓你看看 How is it related to society? It looks simple and naive to view the question What will your body do when you are hungry or full? Yet it took scientists years to know a bit more 其實你身體裏面在你餓 在你飽的時候究竟有什麼反應 問那條文章好像很傻氣 但其實真正要做 真的做了很多很多年 我們才要了解多一點 讓你們看看那篇真正的review 名字就會是基本上一樣的 那麼我們其實做了什麼 第一 它有一條time line 告訴你我們時間的發展 第二 它告訴你 其實那些single cell method 是怎樣去做 由上以下 一路做下去 你見到有個墊咀在 另外這裡 這裡就是一些 biological pathway 和gene expression的一些情況 再繼續 就是把剛才之前你看到的那幅圖 變成一個完整一點 給多些字眼 不同的時間點 這些 就在原本的 article 都會出現 以至於去到最後 它開始去說 那個本身 AGRP 其實是發生什麼事 還有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你要看到 它有很多reference 你看得到 別人說每一句句子 都會告訴你 153 這篇文章 就是在回應 這一句句子 這樣 每一句都會是這樣 這些就是一個 正確的reference 格式 同學們 如果你們想寫一些 研究型的文章 想引用別人的時候 就記得 要有一個很好的格式 因為一看reference 我就知道 你做得好還是不好 下次有機會 我們再見 拜拜